太神的东西 太神奇 太奇特的 实在是难 那不是假话 你看 无时无名 断了之后 还有习气 这个习气要断掉 习气没法子断 随他去 自然就没有了 让时间把它冲淡 多长的时间呢 三大二神奇迹 那个习气再完全没有了 你就知道习气多难 但是 只要无名 断了 习气还有 没关系 不该死 对自信里面的 智慧神通道理 自受用 他受用 都没有一丝好障碍 这也不是一个容易 最容易的 还是生到极乐世界 这容易多了 我们最少 我们最少 要能感到 我们尽忠出处 会员大师的进行 员工大师念福 他在生的时候 四次 在定中 见到极乐世界 念福 入定 从来没有给人说过 这都是我们要学的 往生的那一次 最后一次 就第四次 告诉大家 他也到极乐世界去了 极乐世界 我看到了 别人问他 什么样子 跟经上讲的英语一样 那么他那个时候 我们净土的经 就是一本 无量书记 我们想 应该他是 但是那时候 无量书记 也有几种一本 员工大师 是东京时候的人 康生凯的本子 也出来了 汉译的 秦静平的学习 也可能有 两三种的版本 他能看到的 唐宋是决定没有的 他在唐宋之前 弥陀经 还没翻译出来 所以最早 慧元大师在庐山 建这个东宁念佛堂 所谓异地经本 就是这些本 观无量书记 没翻译出来 弥陀经都没出现 就是这些本 他说 跟经上讲的一样 那就是无量书记 所说的 那我们现在 这个汇记本好 五种本子里 所说的 这全都有 这个本子 是最完整的了 我们也能够像 元宫大师一样 真正见到 西方揭露世界 自己有信心 决定得生 西方世界 能不能得生 经上讲得很好 三个条件 信念性 我们今天讲 还是加三个根 他为什么没有说 那个时候 一般人三个根 统统都有 就不需要讲了 这三根从小学的 加里夫武教的 个个都对我 根深蒂雾 不像今天世界 今天这三根没有了 三个根没有了 这个信念行就 不踏实 所以修净土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了 他们那个时候修净土 真的叫万修万人学 很少说修净土 我们不能往生的 太少了 现在很多 以前李老师告诉我们 一万个修净土 念佛的人 真正往生的 只有三四个人 这什么原因呢 根没有了 根为什么重要呢 今天一打开 像男子像女人 你不是像男子 也不是像女人 你怎么可以往生 三个根砸下去 你就是像男子像女人 就这么回事 从前人不用讲杂根 他都有啊 都有根 现在不能不提这个事情 不提这个事情 这念佛不能往生 有这三个根 那你这个心念心都有根 那心有根 面有根 行有根 那你怎么会不往生 这词也识 彼也识 不一样啊 我原来怎么会不聞到 我原来怎么会不吝 我原来怎么会不吝 我原来怎么会不吝